今天我们来学习一款蝴蝶花 蝴蝶花 它是比平时的花型要废线一些 因为是你的蝴蝶立底 是用线来拉 用线线来拉 在面上是要拉线线来做的一款蝴蝶花 所以说用线量稍微要多一点 这样的一组花是六针 六针八行一组花 大家我们现在开始来讲解 从起针开始 好 起针 我们的短线在锁边手 起好针 起好针以后我们来吃第一排 第一排我们在反面 我们先吃因为片枝嘛 第一排我们撕一排反针 然后我们先来排花 我撕一排反针 好 这样一排织过来 第二排我们开始来排花 片枝有个边针里圈 是没有边针的啊 然后呢第一针我们撕一个下针 然后把线绕到前面 绕过来 好 我们挑下来五针 一 二 三 四 五 把线绕到后面 从前面绕线啊 好 现在我们一组花就知道这里是边针 然后这里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样一组花六针 好 第二组花是一个下针 再把线绕到前面 再把线绕到前面来 一 二 三 四 五 把线绕到后面去 好 第二组花 现在排好了第二组花 第三组花 一个下针 把线绕到前面来 一 二 三 四 五 线绕到后面去 好 这里我们有个下针 有个边针 好 我们就长解三组花 然后呢 我们绕后面 第三排 第三排我们就全部绕上针 如果你是捐针 你就全部绕下针 好 第四排 这是正面 顺便挂线 顺便挂线 大家记住顺便挂线 好 这里我们是下针 先到前面来 一 二 三 四 五 五针 然后先挂到后面去 这里是下针 再把线绕到前面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先挂到后面去 下针 下针 一 二 三 四 五 这样 诶 这个下针要织的 下针要织的 好 留到边针 好 第五排 仿针 第六排 好 现在我们挂两次线了 再挂第三次线 好 再挂一次线 五针 一 二 三 四 五 第六排 第六排 然后第七排 这里也是一样的 反针 整行直反针过来 现在线我们已经 首先长针这里挂了三次线 然后现在我们 第八行 现在是 第八行 第八行 然后我们来织 蝴蝶 你看蝴蝶怎么织的 边针一样的织 这一针我们织下针 然后 这里有五针 这里我们挂线有五针 一 二 这里一 二 我们要在第三针的时候 织花形 所以说是两个平针 我们剩张织就可以了 剩两个剩张针 然后在中间针这里 第三针 我们把这三根线 从这样 从下面调上来 这一针 我们织一个下针 好 撕好下针以后 线从下面这样 绕上来 看 就成形了 然后这里继续撕下针 大家记住这根线 不要拉得松 也不要拉紧 像我这样平整的放着就好 然后这里撕两针 这五针的中间针 这里 撕花形 看 把它绕过来 撕一个下针 撕好下针以后 把它这样 挑上来 好 一样的 在中间针 挑上来 这样一行花 我们就织好了 好 我们看第二行 我们怎么编织 第二行花 我们是错位编织的 你看啊 比如说第一行 我们在这里织 第二行我们就在这个 我们挑的这根线的时候上面来织 这样来看 它错位编织了 大家看我第二行花怎么织的 好 好 我们继续 反面 反面我们编织上针 整排织上针过来 好 现在正面编织 看我这行怎么挂线的啊 这里 我们这里是一组花了 下面一组花 我们要 这里我们就撕 这里我们就撕下针了 我们不挂线 我们要到这样的 这里做第二组花 然后这里六针挂线 这是这个花形的 这里围中间的花形针 好 这里剩长编织 下针 好 这里是第一针 然后呢 是下针 把线织到前面来 这里五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把线从前面这样挂过来 这里是一个花形 这里继续撕下针 然后把线织到前面 然后把线织到前面 二 三 四 五 好 线织到后面去 这里我们这边 半丝 这里只是半个花 半个花 我们线没办法拉起来 所以说我们边上来 我们就撕下针 好 好 反面我们全部撕上针 好 自己完成过来 好 到顺面编织 好 这里一样的 第一针 一 二 三 好 第五针 这把线拉过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五 三 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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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刮过来 诶 这里不刮线啊 忘记了 好 这样我们三行的线就不刮好了 把省行的反面施反针完成 好 现在我们来把这里拉起来的编织方法 演示第二行的蝴蝶编织方法 看好啊 这里我们不是五针隔五针吗 在中间针拉 边上的这两针我们是下针五遍 好 这里织一个下针 稍下针把它滑下来 好 这蝴蝶就好了 继续织下针 这里一样的 好 同样的在中间针这个位置 好 它的线字 每一行一行隔一行的错位这样编织蝴蝶啊 你看 这样它就成了呀 反面的织一反过来 它大面积编织以后它就成了 我这个大面积编织就这样的 非常漂亮 大家对手管画型还有不懂不理解 在我评论机上面留言 喜欢手管画型的把线拿线学起来 先把画型学会 再来试色衣服帐或者帽子帐 都很漂亮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